一提到拆迁,相信大家都来了兴趣,毕竟这墙上多了个拆子,身份和立马就不一样了,说拆迁护一夜暴富,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 那么这些楼房是怎样拆除的呢?即使拆楼原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,还一点的平衡还可以,但要是高楼大厦,只能用两种办法,想要简单粗暴就用第一种爆破法,在这种结构上安装上炸药,几秒钟后整栋楼就会瞬间倒塌,笑里没得说不过这样的方式会扬起大量穿土,严重影响周围环境,第二种则是挖掘机,而挖掘机拆楼也有两种方式,一是从上到下,首先将挖掘机运到楼顶一点点向下拆除,二是在路面拆, 当然这种方式十分危险,搞不好楼房会随时坍塌,经意出现事故,而日本为了拆高楼就发明一款先进的拆楼机SK-3500D,有了它就算是20层高楼也能像砍瓜切菜一样拆除,在外观可以看到它与普通挖掘机极为相似,但先进程度正值超过了我们的挖掘机,有日本神户制高制造,高25米即比长65米,凭借高达的底盘和座架,哪怕是20层楼的高楼它也能够伸上去, 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拆除机,为了避免头重脚筋的情况,日本人还对底座进行了更改,增加到了327吨,又来增加重心,别看拆楼机这么大,拆起楼来一点都不不把乎,机械壁顶端的巨型,也而且就像是螃蟹钱一样,可以轻松拆除,钢机混凝土,除此之外,为了减少灰尘污染,日本人还在机械壁上安装了一条管道, 如果高压喷出水,不仅能够减少灰尘,还能够降低噪音,可谓是非常人性化,而我国现在面临的城市改造,高楼建筑同样需要拆除,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引进一下这样的机器呢?